有些人真的是美了一辈子,任何时候看见她都是优雅的,气质出众的,美美的,说到刘嘉玲,应该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或者女王吧,逐渐都已经52岁的她,却依旧看上去十分年轻漂亮啊。 50多岁,说的夸张一点,就是笨六了呀,现实生活中已经是奶奶辈,或者即将成奶奶辈的人了,可是你们看看刘嘉玲的状态,你就还是30岁左右的样子吧,可见她将身材和容颜保养的有多好。 你们有看过刘嘉玲最新的活动造型吗?一袭红色的拨点裙,可把小K惊艳到了,小K知道,拨点裙一直都是刘嘉玲的热衷款式,只是没想到这次居然选择大红色的穿在身上,简直气场全开,时髦到炸啊。 9月5日,刘嘉玲现身香港,参加敌人节之四大肩王寿映礼,只见当天的刘嘉玲穿着一身大红色的拨点裙现身现场,实在是太惊艳了,分分钟就成了焦点,裙子还设计成不规则裙摆,绣出她纤细的美腿,十分燎然,很多40家或50家的女人,都不敢再穿这么业力的衣服了, 而是选择经典的黑白灰,生怕自己穿得太艳丽,被别人吐槽装呢。 可是你看看刘嘉玲的装扮,是不是毫无违和感啊? 穿着大红色的拨点裙,绣出自己的美腿,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细高跟鞋,整个状态特别精神,由内而外散发出强大的女王气场啊。 细上蝴蝶结领结和腰带,依旧满足了刘嘉玲的少女心,穿上去确实显年轻啊,扎上所有的头发,露出精致的五官。 当天的刘嘉玲还化了一个美美的妆容,因为穿着大红色的拨点裙,为了衬托出气色和气场更好。 刘嘉玲还涂上了大红唇,这部,妆容也使她气场全开啊,红色的耳环也和拨点裙形成呼应。 其实说真的,刘嘉玲这样的容颜和装扮,真的一点儿不像是笨柳的人,52岁了依旧还是那么美,所以穿衣她配也就多了更多的可能性。 那么,你们觉得她的新造型怎么样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